科學生之第四節 有一個說話 我們講過早了那麼多年科學生之 都經常講 談癌識變 我們都講過 很多我們同輩 或者年輕 年輕一點都幻想癌症 甚至就很英年早逝 但是我們講那麼久 我們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突破性的發展 但是似乎在癌症方面 我們不見到什麼大力波 始終癌症就是 尤其是越後期越難 越遲發現這些癌症 你要去抬回頭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們會這樣講 那個進步是有在的 尤其是說肝癌這些癌症 以前說你發現了 到醫不醫一番 可能在說那個預期壽命 只剩下幾個月而已 另外 但是現在在說 假設你買了保險 去不停地去治療的話 即是去治療 就算你不是很有效地治療 說得很清楚 活多幾年是不成問題的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說有那些標靶 即是那些去到基因層面的一些療法 是會幫到手將那個病情延緩一些的 甚至乎有局部的癌症 去到比較後期 都還可以比較有效地治療的 比如說去到那些前列腺 還有是避煙的這些癌症 甚至乎是甲狀腺那些 大吉利士去到期數後的都有辦法 那剩下哪些比較棘手呢 譬如是那些淋巴 胰臟 胰腺癌那些 就還是比較棘手一點 但是怎樣也好 如果那些就是 萬一大家來時有了治療的方法 但是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會不會有些很前期 很便宜 也都有效的方法 讓我們很早去預報呢 我們當然就追求就是越早預報到越好 還有就是那一套的檢查越簡單方便 入侵性越少越好 然後就是盡可能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Pain to Gain Ratio 就是我們痛一點 但是能夠查到的東西很多 這樣 我們就有沒有找到這種方法呢 現在大家都聽到的 對於很多的癌症 就是說 原來呢 我知道就是中文大學有陳家亮教授 他們做的那些腸的癌症那種預報機制 他們是找到一個很 可以說是世界前列的研究成果的 他們就找到一些很好的叫做indicator 有些可能就是說 用裡面 你的腸狀裡面有沒有什麼什麼的基因等等 但是你的長度的生態可能也會給到一個訊號等等 有個學術增淪在那裡 但是我們慢慢是能夠做到一些很好的效果出來 甚至可能最後就是只需要拿一點點的sample出來 就能夠驗得到這樣 那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很流行說那些什麼大腸男西查 叫做你夠50歲就好去做一些前期檢查 然後甚至乎做過搶鏡這樣 那台長你自己有沒有做一下這些這樣的西查 沒有 就是要做一下 其實我剛剛自己照完搶鏡胃鏡 我剛剛這個禮拜 但是我覺得是要去做的 但是可能大家覺得煩的原因就是貴 是不是 還有就是你要刻意吃一堆鮮藥 又要請一架 又要下麻醉藥 是一件比較入侵性的事 是永遠不麻煩的事 然後為的就是檢查你的消化度等等 你可能做了很多事情 只是檢查到一度 然後驗血 只是檢查到一些這樣的東西 然後甚至乎現在那些驗身的那些package 驗完血 他就問你要驗多少種癌指標的東西 那你下不同的reagent 就逐一跟你計算的 你要做一個全餐 可能是要下很多reagent 又要給很多top up 就是加很多錢你才能夠做到的 那我覺得就是現在 我可以說到今時今日來講 我們都要有一些方法來去做一個全面的體檢 來去做一個癌症的預報 但是可能我還是比較廢時失事 但是我自己都比較背了一些 到這一刻 適合這個禮拜 我才開始慢慢留意到 其實已經有一種很便宜的方法 或者是吹血抽一次血就幫你預報了 很準確地預報了很早期的50種癌症 那這一種這樣的技術其實已經變小了 而且是得到這個美國FDA去批准了 是可以在市場上面出現 所以這裏我就不避忌去幫人賣了一個廣告 因為這個技術被人拿了專利的 但是我純粹就是以科學論科學的層面 我就會說一個比較入侵性的小 只是需要和我們抽一筒血 我當到你盡抽三筒了 抽幾筒血 然後就可以幫你去準確地預報了50種癌症 說的準確程度是有九成 不需要就算你是腸那些腎那些 不需要說要塞到什麼去拿sample 又不需要是做什麼麻醉搶鏡那些 就是在血那裏 就能夠做到一些有88%準程度的預報 令你可以及早發現一些不同強烈位置的癌症 是說有50多種 相信甚至之後可以繼續加進去 那原來這種技術已經變小了 那甚至乎就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這件事如果將來普及 甚至乎甚至乎受到一些政府的資助 我們知道現在大搶藍篩查計劃是受到政府資助的 你年滿50歲基本上你不用自己藍錢 你就可以政府幫你去做一個篩查的 那會不會有一天這個傳聞保健能夠去 把這種最新的防癌技術 那種防癌的預報 是幫你去補貼你去做這個驗血 拿去這間公司的技術 我不記得是G字頭的 那間公司都是G字頭的 但它的技術都有個名字是G字頭的 它去驗一次血就令到你去準確地預報那個癌症 其實就是這樣說的 未來的一個 譬如發達國家的政府 它們是有這個誘因去做這件事的 因為可以大大地減少了它之後 去補貼這個國家公共醫療治療癌症的成本 所以我現在看到我們的未來 在那個癌症的預防那裡 似乎是有一個比較game changer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革命性的變化 是在未來的幾年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好了 剛才你問的問題我全部查到了 這個應該是Gallery Test Gallery Test 是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的名字 那間公司叫Gallery 但是那間公司 你就要問了 它有沒有股票買呢? 那這間公司後面有一個大公司的 就叫Illumina 它的股價很奇怪哦 就是我們講的這麼好 但是那個股價就在它公佈之後就在下跌的 是的 這個要小心一點 就是我們很記得 我們自己不熟行 但是我們拿回我們之前講的疫苗做例子 Pfizer 它出了那隻BNT 那隻BioNTech 疫苗之後 它沒有什麼升跌的 甚至乎是跌的 但是Moderna 一出去了那隻疫苗 就升到很快的聲音 那當然 你們知道這些公司 你會起起他們的底 知道他們的業務做什麼 那現在這一間Gallery 這間它的母公司 我想它不是只有這個業務 它其中一個主力的投資的研究 就是這種癌症預防的這種研究 那好了 你可以想像就是 現在就算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會不會將來開始有發達國家 甚至乎保險公司 帶領它去推動這種研究 就是推動這種測試 在哪裏 不是 它講保險公司 我想一個很簡單的條款 就是它受你保險 它要你先做所有的測試 是 或者就是它 或者反過來 你肯跟它買保險去送這個測試 給你玩 終於遲了 現在很流行 這個就是你年輕的時候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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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我就會說 這種技術我會覺得不是太遠的 因為現在在講在美國那裏 你肯給錢 你寄個sample去 它就幫你去營的 起碼就是講得簡單一點 你只要有錢 基本上你都可以去玩 你不介意直接去寄個速遞 或者找人幫你去處理這個東西 找一些化驗所幫你去搞這個東西 將一些東西寄去美國搞 可能私家醫院它本身都有幫你做 包辦這樣的服務 是不是 甚至乎有一些 我看到甚至乎有一些國家的政府 可能這些新加坡政府 他們可能已經在考慮去撥公共資源 去補貼那些人去做這樣的勢策 就是已經進入了那個討論 那都是那樣東西 我會覺得政府絕對有誘因去考慮 將這件事成為一個的全民體驗來的 好處就是因為你早點發現 你絕對是減低那個公共醫療成本 是 那這個肯定了 到這些公司這樣的技術 有講到政府資金來去光顧的時候 他們就成為一個很成功的投資 是的 我再回覆一次 這間公司在NASDAQ上市的 就是它現在我們即時看的股價就是223元04千元 是 報了價 是 我們就是 曾經這個節目曾經是幫到一些人是賺到錢的 我是很想幫到人的 因為我知道幫到人之後我自己也有好處 我們的節目都可以更加受關注 但是我有一個擔心就是剛才我的說法就是 譬如說你如果那個人驗出來之後 有些什麼的可能性是它會染癌的 那個保險公司一定加它錢的 或者這麼說 很多事情就會是很前期的 其實有這麼說 對於保險公司來說 它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它更加定價定得不準 它就算知道你已經有 但是因為夠前期 所以基本上很快 可能它賠很少錢就幫你搞定了 如果它不推這件事給你 可能它之後賠給你賠更多 就是它自己 都是這麼說 很多這些精算 這些這樣的東西 It's all about information 它知道得清楚的話 它訂不到這個合理價錢出來 就算很不幸 你知道自己 因為它現在說的就不是一個 它都是用到基因技術來去驗 但是它不是在用一個基因 猜到你幾大機會會有 它只不過是用 它直接看你的身體上面 有沒有這些已經有癌病 去引有變出來的一些變異的人 它直接看你有沒有患癌 患一個很前期很前期的癌 就是通常這種方法是可以的 就是你還以為自己很健康 就不停地在吃熱氣的癌東西的時候 你已經很早就已經發現了 然後你就可以很早地介入 接著就沒事 是不是 甚至乎它都不會承認到點點點 就是我想現在是在找這個東西了 當你很多的癌症能夠在很早階段 就是基本上可能公司一早賠給你 你一早就已經搞定了 它們也都省到錢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對於大家是雙贏的事 其實應該是 但是它現在看的那個癌症 它是純粹是基因的層面看的 以我來講 其實這裡都要介紹一下它的技術 有些我明知道我自己不熟悉 但是因為我實在很喜歡這種新技術 我都嘗試去講一下 因為我會說如果是一些做分子生物技術的人去做 而且還做DNA那些 那些Biochemist 那些Molecular Biologist 那些分子生物學家 或者生化學家 它們是很熟悉這些東西的 那它們原來就 我現在很久之前也側問過一下 就是說基本上如果大家例是身體上已經有癌細胞的話 已經有一些癌細胞基因的碎片 是游離了在這個血液裡面 問題就是在這個血液裡面 我們怎麼能夠有效到 辨認這個這麼複雜的血液成分 哪些就是能夠代表著身體有事呢? 裡面很多零零碎碎的碎片 很多東西都有的 是不是? 就算說我們有沒有染這個這樣的肺炎病毒 原來我們就算康復一樣有這些病毒碎片 但是有病毒碎片代不代表我還在染病、發病呢? 又是另一回事 南正也是 我有這樣的碎片 我有一堆這樣的碎片 究竟哪個 或者哪一堆組合的碎片 能夠給我們聽原來身體是有事呢? 其實原來這個研究 你都要欣賞他這間GRAIL這間公司 他做這個研究 是多麼詳細地去追蹤調查 就是說他用了上萬個參與者去研究 追蹤了他們十年八年的時間 當然有些就很不幸會有癌症 有些就是本身可能已經一早就有了 有些是已經是知道有 等於諸如此類 他們就希望能夠由他們的血液樣本去做比對 由血液樣本去盡量找一些很零碎的DNA 那些DNA不是來自紅血球、白血球 就是一些我們希望就是由 不知道為什麼 是由癌細胞的過程來產生出來的一些 癌細胞自己本身出來零零碎碎的那堆東西 嘗試從那裡去還原 確認有沒有癌細胞在那裡 其實就是那堆數據就照計會在血那裡 甚至乎如果大家有聽過 有些人有養寵物 但是那個寵物主人本身患了癌症 自己不知道 竟然是由貓、狗幫牠蒙回來的 原因是因為原來在這個身體上面有癌細胞的時候 整個人的身層代謝那種人的氣味都會不同了 這個不同其實基本上很多時候就是 你這些很容易就在血液裡面都出現了 可能那種胃的那種分子一樣會在血液裡出現 有血液然後散失了從那個汗那裡出來 讓我們的寵物去嗅到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會想 會不會可以養一隻貓、狗幫我嗅一下 有癌呢?是這樣就挺好的 只需要養著牠 需要抽血又不吃 不用痛 不用吃 但是當然了 可能它防癌症種類有限 或者可能身體已經發病到比較中後期的時候 才能夠讓那個寵物嗅得到 我們可不可以更早就在血液裡面發現到這些物質 於是我們用我們的分子分析技術來取代了 那個貓、貓、狗、狗的鼻子 其實現在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去量一下那種基因的病變 上面有沒有一些突如其來的變異來確認 它本身是不是來自一種藍症的東西 然後看看這些物質多還是不多 還有是不是實際上反映到那個人有沒有癌 其實就是既有那個實際份子上面的因果反系 如果那個人本身有 它照計就會有很多這些變異了的碎片 散佈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當我們撿到這些碎片的時候 究竟它有幾大程度反映到我背後的癌 有還是沒有 還有幾個嚴重呢? 我們就希望它找到出來 其實很多不同 就是不是只有這間公司或者不是只有這幫研究人員去做這件事 而這間公司做了一個最賣力去做這件事 就是將它的數據整合 以及它訂立了一個不同的標準 你有了這樣的變異 有了這些髒的物質在血液裡面 是要有多少才叫做危險呢? 有多高有多低呢? 還有它不是借一種的標誌物 可能有好幾種 它的組合意是什麼呢? 我們說的就是要制定一個合理的標準 來幫我們更加清晰地顯示 那個被嚴血的人是不是真的在患癌 這個公司它就制定了很詳細的標準 也都幫忙去找出很多的基因變異 還有那些在血液裡面的物質 尤其是DNA的碎片 來去確認那個人究竟有多大機會有癌症 而這個範疇的研究 講回名就是很多時候牽涉到一些叫做 Cell-free DNA 它不是在一個活體細胞裡面抽的DNA 不是那些紅血球、白血球、細胞裡面的DNA 而是那些跟細胞無關 是完完全全的那些好像星際漂浮物的DNA碎片 漂浮了血液裡面的那些零散的垃圾DNA 我們去找它 其實是找垃圾的 但是找到最後發覺我們原來是找這些東西 都可以幫我們去預報到五十多種的癌症 那你可想而知這個研究的奸據 和需要的精準和數據的整合程度有多高 所以為什麼它也是拿專利來將這個測試呢? 就變成一個商品來推出市場 我們看到一些資料就發覺 這家公司是被收割回來的 就是這家Illumina 在之前幾年收購 而動用的資金是二十億美金 那後面那個是誰的老闆呢? Bill Gates、Jeff Bezos 那可能還有其他 但是這些完全的名字我們都在預料之內的了 而是被測試過 就是在那個所謂clinical testing裡面 包含那幾人呢?十一萬五千個 一萬幾 以十萬計的人 是的 相信那個所謂sampling 是相當之高的 是的 因為它是剛剛已經過了 FDA的研究 它是由2016年開展這個臨床的研究 一直到現在累積了六年的時間 還有就是由幾萬人到十萬人 所以是有一個越來越明朗的 它們的研究可以說 也都同時間就是為什麼它們覺得可以商品化 將這件事推出的市場那裡去做 那大家就不妨去留意一下 這件事在香港什麼時候有呢? 會不會是有些私家院已經幫你做呢? 然後甚至乎就是說 政府機構會不會甚至乎已經開始留意到這件事 去將它變成一個全民寶劍 這樣去做呢? 那我會覺得這件事不會是下幾個月後發生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 可能幾年後 是不是?就是不奇怪的 隨著越來越多個國家引入這件事的時候呢? 那我會覺得這件事是需要發生的 我簡直會覺得 不是說是故意的 是 剛才說的那個十一萬五千個參與者 是有癌症 也都沒有癌症的人 有參與這個計劃的 好了 那我們第四節完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